中国航展在11月12日到17日中国珠海举办 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到了中国珠海 大家可不要以为这里只有中国的飞机战斗机 这可是全世界47个国家 1022个企业都来参与的 中国航展每两年举办一次 从95年以来将近30年的发展 经历了15届 每一届中国航展都是在珠海举办 很多年前第一届中国航展 只有25个国家参加 800个航空企业和40家航天企业 过去我们的中国航展还遭到了很多西方人的白眼酸里酸气的 现在我们的中国航展已经跻身世界五大航展之一 世界五大航展有法国巴黎航展 还有英国的范宝罗航展 新加坡航展 中国航展 还有莫斯科航展 唯独没有美国的航展呀 世界五大航展没两年绣一次肌肉 可二战以后美国从来没有绣过自己的肌肉 空客 波音 他们都说要加大力度 这次携带新机参加我们的中国航展 中国珠海航展不只展示了我们强大的领空实力 而且还展示了水路空三军的实力 它包含飞行表演 地面动态展示八个场馆 在航展上全新展示了我们自主研发的九天无人机 这个九天就是九天揽月级别非常高的意思 它是无人机的天花板 重达十吨 这大型的无人机 可以携带很多小型无人机 以风群方式向地面投射 既可以侦察又可以攻击 九天大型无人机基本上实现了航母的功能 风潮母舰计划 就是原来在航母上能发射的那些无人机 在这个九天大型无人机上都能发射 都能做到了 小型无人机通过折叠 能够最大限度的在风潮内实现最大容量的安装 还有我国最新成果自主研发的彩虹7无人机 有人说能想象到它大 但是没想到看到实物这么大 它的一展达到27米 它是新一代隐身无人机能够协同作战 是先进的气动隐身和控制技术研制的 高空亚音速无人机 航展上有很多别出心裁的设计 还有单兵飞行器炫护出场 新升级的中国机器狼既能送货 又能够挂步枪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英姿萨爽的美女飞行员 这简直就是铿枪玫瑰 整个航展就像是科幻照进了现实 展示了我们科技先进的实力 在外网上有些人酸里酸气的 但是更多的人发表的是正义的声音 祝贺我们取得伟大的成绩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有人就说2011年歼20第一次是非 就有很多人说是动画是假的 然后被一一打脸 大陆进步神速 那个小什么当归根本就跟不上 还有人说各国有任何创新的产品 创新的技术都应该跟中国合作 中国有最完美最齐全的制造设备 也有各种技术人员 在这个世界上不要想独占什么技术 封锁什么技术 只要是人类能制造出来的 都能被中国制造出来并改进 这个人真的是说了一句实话 如果我现在在中国肯定会亲自到珠海 看中国航展的现场 真的是激动人心 我们全世界所有的华人 都会感到骄傲和自豪 点个关注 带大家了解美国 认识世界